嘉义县中普乡唯一一家的公立幼儿园 因为受到小子化的影响 学生数越来越少 让公所每年亏损了将近八百万 现在传出公所有意要停办这个幼儿园 让许多的家长强烈反弹 因为如果去念私利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负担 幼稚园小朋友专心听着老师上课 稚嫩可爱的脸庞无忧无虑 这是嘉义县中普乡唯一的一家公立幼儿园 现在却传出因为每年亏损 将近八百万 相公所有意停办的消息 让家长强烈反弹 不过相公所则是表示 由于公立幼儿园不能教授才艺课程 让许多家长选择读私利幼儿园 再加上少子化的影响 学生数递减造成公所沉重的财务负担 因此才会有这种考量 以前学生数多的时候 还有没有所谓的这个私生比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比较很均衡 平衡去经营 就亏损没那么大 不过对于家长的意见 公所也表示会慎重考虑 未来不管是否会停办公立幼儿园 都势必会推出相关的配套措施 对于家长达